大家好,我是小黛,欢迎来到第51期参考信息 先看宏观导向 《求是》杂志4月16日发表文章 全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新突破 署名是国家发改委 听话听音,在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中 大家会关注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的相关章节 因为这会是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对比去年9月发改委类似主题的文章 这次发改委把矛盾和问题单列了出来 主要是五大方面 分别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产业链供应链存在不少短板弱项 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有待提升 体制机制存在读点卡点 对外开放面临更高要求 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科技和产业链方面的问题 具体有基础研究投入占总研发投入比重 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部分底层基础技术方案 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领监人才比例偏低 领军人才匮乏 高技能和负核心人才少 低水平重复建设时有发生 核心零部件 核心软件 关键材料 关键检测设备大量依赖进口 国产基础零部件 基础材料 基础工艺 基础技术 普遍可靠性 稳定性不高 产业链整体处于国际分工体系 中低端 制造业大而不强 权而不精 宽而不深 这些问题会长期存在 需要认清现实 持续努力 接着说说大兴调查研究的后续 相关工作方案出台后 各级领导纷纷响应 多地省委书记 以四部两职的方式 深入一线 四部两职 就是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 不听汇报 不用陪同接待 直奔基层 直插现场 比如4月9日 吉林省委书记 景俊海 到长春市 重庆路沿街商户 暗访调研 4月2日 湖南省委书记 沈小明 现身长沙橘子舟头 太平老街 他穿着牛仔裤 和运动鞋 走在街头的照片刷屏 说获不少好评 也许哪天 书记们穿牛仔裤 不会成为新闻 调查研究之风 就能真正落地了 说到调研 最近一篇 两年前的调研报告 被翻了出来 全文13200多字 作者是2021年屡新衡阳市委书记的秦国文 现在他已经是湖南省副省长 秦国文当时梳理了衡阳五个方面的问题 中心城区面积过于狭小 实体产业空心化 限域经济实力不强 社会底线问题石油突破 民生领域可用财力不足 资金缺口较大 秦国文点名三种 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 分别是电炸 吸毒 性侵未成年人 他还提到一点 要为发展助力 莫为私利争霸 要在外面争强 莫在家里斗狠 要为家乡天才 莫为家乡抹黑 不能一方面希望别人对自己好一点 而一方面自己又对自己狠一点 搞内讧锅里斗 不知道秦书记当时是针对什么现象 产生了这样的感想 清华社半月潭最近也火力全开 批评三种形式主义 第一种是脚尖上的形式主义 打着调研的旗号 一阵风来一溜烟去 出发一车子 开灰一屋子 发言念稿子 双手不沾泥 双脚不着地 看似轰轰烈烈 实则走马观花 看过就算 徒增基层麻烦 第二种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政务APP过多过烂 挨个登录一遍 手机都要瘫痪 打卡签到积分排位 拍照转发应接不暇的花活 压得干部喘不过气 为避免点名批评 基层干部不得不抱着手机 围着满屏的APP转 人浮于世 心思全在拍照 上个厕所还在填表 第三种是比肩上的形式主义 不少材料谈成绩 浓墨重彩 谈不足 轻描淡写 有的真话只说一半 让群众意见潜水 有的甚至不惜给数据注水 往自己脸上贴金 还有的单位为了甩锅必泽 搞层层爆批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用文件落实文件 会议落实会议 出了问题就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 不用半月谈说 大家也都知道这些问题 但为什么改不了 肯定不是因为开会不够多吧 看一下苏丹局势 这回打起来不是因为军事政变 而是曾经一起搞政变的军方 两大派别火并 4月15日 苏丹官方武装部队SAF 和准军事组织 快速支援部队RSF 在多个城市开打 都指责对方先动手 目前造成上百人死亡 上千人受伤 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 一直是苏军重要人物 RSF领导人达加洛 出身草莽 是西部穆斯林部落民兵武装成员 这支武装在达尔富尔战争期间 代表苏丹政府作战 2013年被招安 改编为RSF 隶属于国家情报与安全局 独立于政府军 2019年布尔汉和达加洛合作 推翻了苏丹前总统巴西尔30年的独裁统治 组建主权委员会 分别担任政府主席 但拒绝交权给文官政府 2021年 两人再次发动政变 推翻了文职总理 如今两大强人的权力斗争白热化了 而外部势力也让苏丹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RSF与俄罗斯关系紧密 去年2月23日 俄乌冲突爆发前一天 达加洛在瓦格纳雇佣军的安排下访问莫斯科 想给RSF找出路 反而回来 达加洛不反对俄罗斯或任何国家 在苏丹建设基地 俄罗斯2019年开始与苏丹秘密谈判 建设红海海军基地 2021年底协议才公开 目前正在等待文职政府的组建 和立法机构的批准 而西方为了限制俄罗斯的影响力 倾向于支持政府军的布尔汉 今年2月7日 美、英、法德、挪威 以及欧盟驻非洲之脚特使 组团访问苏丹 一天之后 俄外长拉夫罗夫也到了 苏丹的周边国家中 埃及支持布尔汉 而达加洛与埃塞俄比亚 以及海湾国家关系好 海湾地区的沙特和阿联酋 认为苏丹的民主过渡是反击伊斯兰主义 在该地区影响的机会 另外苏丹虽然不再是石油大国 但还有大量的金矿 而RSF控制着苏丹达尔富尔的大部分金矿 是苏丹最大的黄金交易商 情况就是这么复杂 用平民反对派代表的话来说 在一个充斥着个人野心 外国干涉和民兵贪婪的国家 暴力已经成为解决任何争端的唯一方式 看一则美国的离奇爆炸新闻 4月10日 德克萨斯州一座奶牛养殖场爆炸 一人受伤 烧死或炸死大约1万8千只奶牛 初步调查认为 可能是一台用来抽水和粪肥的机器过热 触发甲烷爆炸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新闻数据搞错了 多大的养殖场有2万头奶牛啊 其实很合理 这个牧场在德州 这是全美国农牧场最多的地方 这家养殖场饲养了1万9千多头奶牛 员工只有60名左右 可见集约化程度之高 是我国畜牧业学习和发展的方向 2021年农业部印发 推进肉牛肉羊生产发展五年行动方案 提出促进中小养殖场 向标准化规模化转变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之后从北边的黑龙江 吉林 内蒙 甘肃到南边的云南 都上马了一批万头肉牛养殖基地 其中吉林市的化电市 万头肉牛养殖基地项目书 介绍向集约化 专业化和工厂化方向发展时 提到美国肉牛业 每户养200到5000头肉牛 为中等规模 大的饲养场 可以达到30万到50万头 我们中国人对肉禽淡奶的需求量 不断增长 2022年人均肉类消费量34.6公斤 其中猪肉26.9公斤 牛肉只有2.5公斤 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标准 是每个人每天120克到200克 那就是每年43.8公斤到73公斤 也就是说平均还没达标 而美国近年来人均年消费肉类约101公斤 其中牛肉26公斤 猪肉23公斤 禽肉50公斤 中国人要想多吃肉 也得努力搞急约化养殖 上个月很火的湖北俄州养猪大楼就是一个例子 高达26层 用生产iPhone的方式养猪 最大存栏量达到30万头 最后看一下蹭ChatGPT热点的公司 4月12日 老牌公关公司蓝色光标 华东区总部运营采购部发邮件说 为了遏制核心能力空心化的势头 也为了给全面拥抱AIGC打下基础 管理层决定无限期全面停用文案外包 第二天蓝色光标股价涨幅一度超过18% 收盘涨幅仍达到9.77% 让人想起年初BuzzFeed宣布用ChatGPT写新闻 裁员后也是股价大涨 如果蓝色光标不是借机炒股价 而是动争格 那意味着生产式AI已经开始取代低端脑力劳动了 而心动网络创始人黄一梦说 最近和两个游戏团队聊天 团队一把原话外包团队给砍了 团队二把翻译外包团队给砍了 AI已经开始影响很多人的工作岗位了 另一家上市公司昆仑万维 头顶AIGC概念ChatGPT概念Web3.0概念 近期股价表现抢眼 3月16日至4月13日 累计涨幅103.49%成为翻倍票 4月17日 昆仑万维推出对标ChatGPT的双千亿级大语言模型 天宫3.5 股价又涨了5% 3月26日和4月10日 深交所两次发函关注 要求不得存在误导性陈述 不得利用市场热点题材蹭热点操纵市场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 我们周六再见